大家好,欢迎来到护江俄语课堂,我是主讲员,安娜。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护江俄语零起点课堂。 经过了前面三课的学习,相信大家现在已经能够在俄罗斯机场应对自主了,是不是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出了机场,大家要如何生存。 今天我们这一课的主题就是,ulica,在街上。 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新单词和词组。 Вы знаете,您知道。 Вы знаете。 Здесь,在这里。 Здесь. Stayanga Taxi. 出租车站。 Stayanga Taxi. Aftobus. 公共汽车。 Aftobus. Guda. 到哪里去? Guda. Naleva. 向左,在左边。 Naleva. Arbat. 阿尔巴特街。 Arbat. 这里面要大家注意啊,这个this,它的结尾是一个软音结尾的,所以大家不要念成C,也不要念成S,要念成S. This,还有呢,出租车站,Stayanga Taxi,这个当中的重音在YAR上面,所以前面的O需要弱化。 Stayanga,Stayanga Taxi. 公共汽车Aftobus,这个词当中有一个需要轻化的W,因为它之后是轻辅音T,所以和轻辅音联读的时候,这个W需要轻化成它相对应的F,Aftobus。 Aftobus。 最后就是这个Arbat,它是一个专有名字,所以首字母需要大写,正音在第二个A上面。 Arbat。 Arbat。 认识过新章子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Ivan和Ludmila走出机场之后又碰到了什么情况。 出租车暑微信的M això。 278. 278. Delta便总维ت,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察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儿没有电话吗? 这儿没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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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这儿没有电话。 这儿有出租车站,那边是公交车。 谢谢。 我们之前学到过一个问话的礼貌用语,叫做,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今天呢,我们又碰到另一个方式。 抱歉,打扰一下。 我们在回答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简单的的来回答。 什么事? 怎么了? 啊,这个词有转折的意思。 另外呢,这也是一个语气词,表示明白或者是惊讶。 在这个对话当中,它就是一个表示惊讶的词。 et вы? 是您吗? 这个句子就是确认是不是您。 touristka y jurnalistka。 我语当中表示疑问的方式非常简单。 就是把句末的标点换成问号,然后用调形3来朗读。 用调形3就可以了。 touristka y jurnalistka。 回答这样的句子呢,我们还是要用da или нет,表示肯定或者是否定。 再往下看。 vniznice? vniznice? znice? 表示知道。 这是一个动词。 在这里呢,要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个俄语的概念,就是动词的变味。 我语当中,动词要根据不同的人称,词尾都会有相应的变化。 所以在通常的情况下,一个动词除了有圆形之外,还会有六种不同形式的变味。 也就是和ya,vi,o,ana,ano,me,vi,ani所对应的变味形式。 不管这个单词如何变味啊,我们的动词意思本身是没有变化的。 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znice,它对应的人称就是vi。 所以当中想要询问您知不知道就可以说vniznice。 这个里面的ni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所以vnice和vniznice它们的意思是基本一样的。 znice还有其他的变味形式,比如说vnice你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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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nice他们知道。 同样的,我们再来认识一个动词,比如说vnice明白,了解,vnice。 加上人称之后,我们要怎么变味呢? 我认识一个。 我理解,vnice Garden FBI 我认识一个,ve maknow说呢? znice现在知道,vnice记得見 muyo,vnice发 。 她或者不是他明白,vnice Jeong 您明白,您能明白。 他们明白。 这附近哪有地铁。 问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句话。 再比如说, 这附近的银行在哪? 这附近的商店在哪? 这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 放在句子当中表示没有。 如果要表示这个不是地铁, 那我们要怎么说呢? 好,我们再来举几个例子啊。 这里没有电源。 这个不是电源。 这里没有照片。 这个不是照片。 这里没有小餐馆。 这个不是小餐馆。 我们现在把 这句话的句号换成问号, 它就变成了一个疑问句。 这里没有地铁吗? 这个句子实际上是在重复对方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它表示一种惊讶。 回答的时候要用nit还是用da呢? 先用了一个da, 然后重复了一遍。 this net metro 确认了没有地铁这个事实。 好,我们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问路。 呢? 你们担心转闹得道具。 打扰一下。 извин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你们不知道, 在这里有一个电子? 你们知道, 这里铁铁铁铁是哪吗? 你们知道, 你知不知道, где здесь метро? Вот стоянка такси, Адам автобус. 这儿是出租车站,那边是公交车. Вот стоянка такси, Адам автобус. 那边是出租车站上帮助,那边是出租车站上帮助, 只需要出租车站上帮助. 二位 有人知道,有点提示, 就能够出租车站上帮助. 这儿是失敗。 谢谢。 在中央,麻烦您去市中心。 在中央,去市中心哪里? 在阿尔巴特,去阿尔巴特街。 好。 好的。 在中央,麻烦您去市中心。 在中央,去市中心哪里? 在阿尔巴特街。 Спасибо。 谢谢。 表示去市中心。 和后面的连起来的时候, 需要轻化变成。 就是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前置词, 表示去哪里。 后面要加上名词的四格。 这里我们又要跟大家简单的再说一下了。 所以当中的名词有六种格的变化。 今天我们碰到的就是四格。 前置词w na加四格, 就表示去哪里表示方向。 至于什么时候要用w, 什么时候用na, 不同的名词会有特定的搭配。 一般情况下, 和w搭配的名词要更多一些。 比如说,send,去中心。 fark,去公园。 bank,去银行。 school,去学校。 wapsuride,去宿舍。 wauditorium,去教室。 还有另外一个前置词就是na。 我们再来举几个例子。 na ulicu,去街上。 na ulicu,去阿尔巴特街。 na ulicu,去工厂。 na ulicu,去上课。 na ulicu,去上课。 na ulicu,去上班,去工作。 na ulicu,去哪儿。 对去哪儿,提问就要用到guda, guda表示去哪儿。 在接下来的句子当中, 四季要问确切的地方了。 他就说,gudafcenter,去宿中心哪里。 vodpa shasta,阿尔巴, vod表示这就是。 在这里呢就是到站了。 今天我们又碰到了一对表示方向的词。 na leva,向左。 na brava,向右。 俄罗斯人有时候会用到s prava和s leva来代替。 当然呢,这两组词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na leva, na brava,一般用在直方向的时候。 比如说,gde bank? 银行在哪儿? gdicin na brava,向右转。 gde metro? 地铁在哪儿? gdicin na leva,向左转。 如果是sprava和s leva,它们更多地表示位置。 比如说,gde zis diatr? 这附近的剧院在哪儿? diatr,sliva。 剧院在左边。 gde zis le stran? 这附近哪儿有餐馆? restaurant,sprava。 餐馆在右边。 好,我们现在就来小结一下,看看我们在打车的时候要跟司机说什么。 vcentr,pajoste,麻烦您去市中心。 vcentr,pajoste. gde vcentr? 去市中心哪里? gde vcentr? narbad? 去阿尔巴特街? narbad? 和た要瑕疹图。 如果 zwischen阿尔巴特街? 画 peng建议讼 dop已经这边这边的阿尔巴特街? 我们在温路的时候免不了是要说地址的 那么在俄罗斯怎么说地址呢 一般俄罗斯的地址是从大的概念到小的概念来说的 也就是说要从国家说到街道 然后再说到房间号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Россия, Москва, улица Вахтангова, дом 10, квартира 106 Россия, Россия, Москва, Москва,市, У, Л, точка 这个是 улица的所写,表示街道 Д, точка,指的是 дом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多少号 这个表示 квартира 这个是 квартира的缩写,也就是房间号 我们在之前的对话当中碰到过一些动词 比如说 那么这些以一届结尾的 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以短一届结尾的动词叫做命令式 命令式就是用来发出命令、指令或者是提出请求的 我们还见到一个单词叫做 抱歉,对不起 还有一些命令式 比如说 走 走 走 请听 请读 请写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那些耳熟能详的城市用俄语要怎么说 我说 Лондо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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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Эдинбург Адинба Эдинбург Вашингтон 华盛顿 华盛顿 Вашингтон Даруан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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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ью-Йор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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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来到俄罗斯 大家一定会对街上各式各样的标志感兴趣 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些 在街上经常会看到的俄语标志 музей 博物馆 музей Tourism 旅游 旅游业 Tourism Militsya 警察局 Militsya Giosk 报刊庭 Militsya Giosk Remot 维修 Remot Militsya Nilitsya yapt 急救站 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测试吧 刚才伊van说他要去阿尔巴特街 那么这个阿尔巴特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阿尔巴特街是莫斯科市中心的一条著名的步行街 他紧邻着莫斯科河是莫斯科的象征之一 阿尔巴特街可以说是目睹过商人的驼队 也承受过侵略者的铁蹄 不管是蒙古人波兰军队拿破仑还有纳粹德国炮弹 都让阿尔巴特街承受了很多历史 阿尔巴特大街近于何年呢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 但是从俄罗斯官方的莫斯科年鉴当中来看 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493年的7月28号 俄罗斯的名门望族 比如说托尔斯泰 加加林 亚历山大等家族都落户在这里 著名诗人普希金从1830年起就居住在这条大街上 普希金故居坐落在阿尔巴特街53号 普希金是1799年出生在这里 度过了去黄村中学读书之前的12个春秋 结束了在南方的流放之后 他再次回到了这里 并在1831年和俄国第一美人 Nadalia Ganchirova结婚之后一直居住在这里 这里是诗人短暂一生中最灿烂 最美好的时光 当然也是诗人苦难生涯中唯一的幸福之所 现在这里成了著名的普希金博物馆 并恢复了一百多年前诗人居住时的原貌 阿尔巴特街的名声还因为现代俄斯作家 阿纳托利·纳乌莫维奇·雷巴科夫的一部小说 叫做《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而声明 这部小说以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为背景 描写了一群居住在阿尔巴特街上的青年人 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阿尔巴特街曾经是艺人和画家晦翠的天堂 保存了非常多的古色古香的建筑 阿尔巴特街也有新旧之分 老阿尔巴特街是一条民俗步行街 新阿尔巴特街则是现代的商业街 沿着新阿尔巴特街漫步 我们可以一家一家商店一直逛下去 既有百货商场也有服装家店的专营店 店堂都非常的宽敞明亮 陈舍和北京的大商场也是非常相似的 稍微不同的是顾客的走道瘦得非常宽 加上这里顾客不多 所以就显得商店里很空旷 新阿尔巴特街走到尽头转一个弯 就来到了老阿尔巴特街 老街比新街可是热闹多了 除了体位俄罗斯文化的外国旅游者之外 莫斯科人也非常多 老街不是很宽 两边除了经营俄罗斯工艺品的商店 就是酒吧和餐馆 酒吧和餐馆都是在露天摆放着许多餐饮 让游客一边品酒一边观赏街景 路两边是一个个画摊 有推销油画的 有热情邀请行人当场画一幅肖像画的 还有懒到生意的画摊 总是旁边围着很多好奇的游客 路中央是一个接一个的工艺品摊位 摆满了套娃 还有客有俄式教堂的水晶百件 还有俄罗斯风格的大方巾 路边还会有几个青年人抱着吉他弹唱 在自娱自乐的同时又赚够了零花钱 如今的阿尔巴特街全长不足一公里 在莫斯科的街道中 既比不上高尔基大街的繁华 也不如列宁大道那样宽阔 但就是那方石头气旧的道路两边 装饰着圆形玻璃灯罩的街灯 将阿尔巴特大街装点的既典雅古朴 又洋溢着诗意 现在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神网了呢 先别着急 我们慢慢来 还是来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内容 我们问路的时候需要说的话 那边是公交车 这边是公交车的既典雅古朴 好了这就是阿尔巴特街了 这么多 客下有机会就要拿这些知识 用在实际生活当中哦 我们下次再见 到晚了 到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